小编喜欢周深九年多了,本人爱音乐,外行,不懂唱功,仅从听歌的角度,周深是我最喜欢的歌手,没有之一,还是无与伦比的新头宝,因为他风格多,新歌多,舞台多,什么都能唱,唱什么都好听,收集整理了一些业内及相关方面,对周深的评价如有错漏,欢迎指正,做视频不容易,先点赞后观看,人生更灿烂,夸还是官方敢夸。 行家敢夸,如果你要说别人那些都是场面话,不能当真,也行,见仁见智吧,我相信人们对美的感受是可以相通的,一旦get到,就会不利于对美的赞美。 第一,主流媒体,央视面对面节目,即使成为顶流歌手,周深依然保持着刚出道时,对舞台的热爱和敬畏,从最初的空灵梦幻之声,到抚慰人心的治愈之声,再到大气磅薄的时代之声, 周深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烛光而行,未有停留。中国电影频道隶属中宣布,好像没有什么歌曲是周深不能驾驭的,原话是业内人士说的,貌似可以理解是官方评价吧。 如果你也喜欢周深,请在评论区留言,我们永远是深深的米粉。 接下来说,第二,音乐及演艺界人士,邀尹曰,周深是一个弹药库特别充足的歌手,冷兵器你要什么他统统都有,那种炸弹级别的热兵器,他也可以给你。 声音极光片语,遇水不沉,遇火不焦。 二前雷,现在的歌坛很萧条,假如在萧条十倍,周深也不会死,没人能在这个音质范畴内跟他竞争,这是他的天赋。 周深对音乐的要求非常高,超级高,自己还在学编曲,尊重和敬畏这个行业,我叫他0.3分贝。 三高小松,介于女生与同声之间的摩音,一个人的唱诗班,这样的声音,如果不用来唱唱我的歌,那我不亏了吗? 他现在属于盛开的时候,而且会开得比较久。 四大张伟,如果人类根本没有音乐这个概念,周深一唱歌,那就是音乐的开始。 五常十磊,2020年,我知道周深是冠军,我觉得还挺公平的,虽然我没有听过别人唱,理论上我会选周深,他的歌唱有点小奇观的那种感受,就是amazing,就是太会唱歌了。 他很温暖,是个非常非常愿意去包容这个世界的人,很美好的一个人。 2023年,周深的现场,不说别的,光是稳定这一项,就知道他身心做了多少准备,被折服。 六过去,周深是现在流行歌手里面,非常难得,还有传统歌手属性的,有可能成为歌唱家的这样一位歌手明星。 他如果坚持唱下去,一定会成为国宝级的歌唱家。 七田镇,难以置信,非同凡响。 八廖昌永,2018年,周深声音里面有那种特别自然的东西,浑然天成,不做作,可以让人安安静静听他唱歌,特别干净地站在舞台上,让我非常欣赏的一个音乐人。 2020年,周深就是一个音乐的小精灵,他唱歌有一种特质就是特别质朴,特别自然,我们俩是好朋友。 九坛顿,周深节奏稳,音准,会跟乐队呼吸,具备所有古典音乐家具备的质量。 九叔男,周深不但有天籁的空灵感,还有女生没有的支持,她的腰部的支持,男性韧带的支持,明亮而天籁,小周的声音像水晶对不对。 十,张艺琳,周先生是现在当红的实力歌手,百事繁身,如有缘分,希望促成此事。 出自张老师邀请周深唱《人世间插曲光字片》的信。 十一,赵嘉琳,我们做影视项目主题曲列歌手名单时,一定会有周深,而且绝对是首选,而且只要跟他合作过的人都非常满意。 十二,唐田,人世需要对人类有强大的悲悯情怀, 同时又要有那种破釜沉舟的破碎感,而周深的声音里全部都有。 周深最大的特点并非音域有多宽,或唱功有多好,而是他能在歌曲中实现富有感染力的情感沟通,能够实现普世的共鸣。 十三,孙岳,周深的声音有故事。 十四,陈小春,周深没有人不喜欢。 十五,钟振涛,很喜欢周深,如果有机会合作,我相信能擦出很多火花。 十六,白举刚,就是教科书籍的。 十七,郭采杰,一个演唱艺术家。 十八,杨千花,很喜欢周深,他唱歌的技巧非常棒,会控制一首歌,就是他拿到那个平衡,不是去抢或者收回来,他是拿到那首歌的重点去平衡,让人耳目一新。 一个非常优秀的歌手。 十九,梁永奇,听他唱歌是一大享受,每个演出都是完美的。 二十,赵赵,不能调音诗就歌手,编曲就作曲。 第一次认识周深的时候,就觉得这小孩真厉害,周深基本上开口之后,后期的压力非常小。 This is me是一首极具挑战力的歌曲,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。 我为周深敢于挑战的精神所打动,当我听完他的演唱之后,又被他对歌曲极强的驾驭力震撼。 小小年既有这样的才气和实力,着实不易,有才华的人就应该在这片舞台上发光发热。 二十一,刘卓,音色和唱功完全可以承载任何一首古诗词,咬字清晰,音色行云流水。 二十二,周华健,粤语完全听不出口音,有语言天分外,歌唱天分也非常棒。 二十三,李玲玉,他能唱的歌曲不是所有人都会唱的,第一次听他唱歌的时候,我有一种身临其境,好像汗毛都竖起来了,自己会掉眼泪。 二十四,吕佳,场面越大,状态越好。 二十五,张艺谋,声音很时髦,很年轻,很深沉。 二十六,李健,是一个天赋秉义,天才,他的声音状态和他整个的歌唱方式都是不可借鉴不可模仿的,他的天赋只有他才拥有,是这些年来新人当中发展的最好的。 二十七,萨鼎鼎,他的声音里有一份质朴和诚恳。 二十八,胡彦斌,谦虚,低调,非常有才华和有思考能力的歌手。 二十九,唱得好听又非常努力,又有综艺感的歌手。 二十九,胡海拳,周深唱歌时,你放心享受就好了,他会一直给你带来惊喜。 平时看着一个很可爱的人,一唱歌就变成了一个从天而降带有光环的天使。 三十,杨坤,你的声音真的是我从事音乐这么多年少见的一种声音,是跨越年龄,跨越性别的,你有太多的可能性。 三十一,王志平,你的声音让人掉泪,如果我是制片人,我一定要来找你,你来唱的话,我觉得票房一定多加一个亿。 我觉得你是目前我听到唯一可以走出中国的声音。 三十二,乌启贤,2016年,没有一个声音是唱不对的,没有一个音是在犹豫之间的,拥有所有唱歌的技巧,却不会让你觉得讨厌。 二零一八年,我觉得我们不能再以一个流行歌手的眼光来看待周深,他的唱腔,他的唱功,他表现出来的艺术层次,已经是一个艺术家。 三十三,林志炫,他唱歌好好听,听不到唤气声,是相当科学的唱法。 三十四,汪峰,2014,很难得在我有限的生命中听到这么美的声音。 周深的声音让人觉得,世界上无论多少苦难,都能变成美好,是一个在唱歌方面,有极高天赋的男孩。 二零一九,我就不叫你周深老师了,我宁愿叫你音乐家。 三十五,黄书俊,周深的歌声自带效果气。 三十六,吴周童,听了他的歌声,发现乐坛消失很久的门派先音派又有新的传人了。 这个门派能够入围非常难,必须声线飘逸空灵,气质超凡脱俗。 三十七,梧桐音乐家,像在音乐游走的精灵,声音特别空灵,抚慰人心,非常干净,在舞台上没有什么花哨的东西,就沉浸在音乐当中。 他很年轻,对于他的年龄来说非常难能可贵,他特别朴素,非常自然,气质平和,有天使般的嗓音,也有天使般的心灵。 要成为音乐家,不一定要很大年龄。 三十八,新海城,听得起鸡皮疙瘩,他把中国的广阔和恢弘唱出来了。 三十九,美伊里牙,希望跟周深合作。 四十,何九,请一如既往,不分场合支持周深。 四十一,朗朗,天籁之音,我太喜欢了。 四十二,赵鹏,如果天使能为我们唱一首歌,那应该就是周深这样的声音。 四十三,陈树,很喜欢周深,现在音乐种类很丰富,能够打到心里的歌,总是那些有情感有爱意,有很细腻的情绪处理的。 四十四,张萌,有天晚上,我听周深的歌,听得热泪盈眶,第二天起来一乘搜了三斤,感觉好像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。 四十五,康震,听到如天籁一样的声音,整个人好像都得到一种解放。 四十六,文木野,我们想到最适合唱这首歌的是周深老师。 四十七,李延亮,是的,人生就是最好的乐器,前提是这个人生既有高质量的声音输出,又有自由飞翔的灵魂,周深都有的。 四十八,徐佳莹,被问到很想合作的歌手,以及假如合作的话,会是什么风格的歌,像周深刚唱的那首歌,会让我觉得很想要可以跟他一起写旋律和歌词都比较偏励志的歌,刚刚其实是第一次听他唱现场,有吓到,他的力量,态度,歌声,我就觉得以后有机会可以一起创作,甚至可以在演唱会上有合作,应该会蛮开心的。 四十九,中文,周深在现场的演唱的稳定度,对音乐性的把控,他提供了一个范式和一个标准,对于在场的每一个,以音乐为生的艺人来讲,都会是一个震聋发聩的洗礼,你无处可逃他就,轰然出现在你面前,这个卓越和优秀的程度,会让你怀疑你自己的艺术知乎爱特编。 三,其他,妖人物杂志,周深身上永远有一种对身边人的关照和理解,这让他可以在歌曲中实现共情,有合作过的制作人笑称周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方,能力上是这样,性格上也是这知乎。 二,全球外交官中国文化之夜之最具影响力青年歌手周深颁奖词,他是音乐自成一派的天生唱将,他是用声音讲述故事的百编歌手,他是身体里蕴含着巨大能量的歌唱家,在音乐的世界里。 他时而化身大于漫游天际,时而变作冷漠天使俯瞰人间他的嗓音空灵飘逸张弛有度,他的演艺深浅鲜明层次多变,他用其高超的记忆独有的艺术魅力,征服了观众,让人过耳不忘,他就是一一周深。 常识磊,我没有看过第一季,我看娱乐节目并不多,但我知道周深是冠军,然后我觉得还挺公平的,虽然我没有听过别人唱,我不知道别人都是谁,理论上我会选择周深,我觉得周深,他的演唱,有点小奇观的那种感觉,就是amazing,就是,太会唱歌了,然后太特别了。 最重要的是,我总觉得他很温暖,是个非常非常愿意去包容这个世界的人,很美好的一个人,也因此,我觉得如果能合作的话,肯定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,我非常喜欢周深这个人,接下来我分享一下,我对周深一点点博解。 一,初始,我一直以为,第一回脑海里出现周深这个名字,是在2014年夏天的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的电视节目里,盲选阶段,一手欢言,获得了三位评委的转身,包括齐琴,那英,杨坤,汪峰当时没转,估计是看到齐琴和那英都转了,自己大概率没戏,就不掺和抢人了,不然,他肯定也是要转的。 对于好声音这样一个舞台来说,不看外表,不看形体,只听声音,和周深当时的状态,完美契合,可以说是巧合,也可以说是天意,周深,就这样的第一次走进了大众视野,我也开始认识到,还有这样一个歌手,嗓音独特,与众不同,后来,我才发现,其实,相遇的起点,还要往前推移一段时间。 故事回溯到14年的2月份,《冰雪奇缘》在大陆上映,我记得当时,是和小伙伴一起到电影院看的,场景非常震撼,尤其是艾尔莎释放魔力,平地起高楼,眼看它越来越高,越来越绚丽,眼看它楼塌了,开个玩笑,的那一个片段。 当时的配乐,就是Let it go,这首歌旋律很好听,原版歌手唱得也很好,很有一种女王解除枷锁,找回自我的感觉。 看完电影之后,我也在手机上下载了这首歌,反复循环了很多遍,有一天,不知道从哪里看到一个标题是Let it go九语男版的视频,点进去一看,着实眼界大开。 九种语言,英语,法语,日语,俄语,普通话,乌克兰语,意大利语,波兰语,粤语,个人当时觉得最好听的就是英语和粤语了,目前回头再听,觉得粤语那一小段,有一种超然洒脱的感觉,颇具韵味。 当时只是记住了这个作品,并没有留意卡布勒·周深这个名字,后来回过头,才发现,原来我在好声音之前,就听过周深的歌了。 当时也还不知道B站的存在,而如今,B站已经成了年轻一代的精神原地,所以,好作品永远不会被埋没,好声音永远不会被掩盖,好平台永远不会被遗忘。 两,欣赏,今年疫情原因,在家闲得无聊,看了两三部国漫,然后突然发现这些动漫的主题曲,貌似竟然都是一个人唱的。 比如大鱼海棠里的大鱼,白蛇,圆起里的圆起,大护法里的不说话,罗小黑战绩里的不再流浪,所以看动漫的同时,也让我回忆起,有这样一位独特的歌手。 顿觉好似是挖到了宝藏,于是开始搜索他的歌曲,然后发现很早以前听过他唱的《化身孤岛的惊》,《空灵动人》,《宛若身临其境》,《置身鲸鱼背脊》,《沐浴轻柔阳光》和《丝丝海风》,更发现了两个良心综艺节目,其一名曰《生入人心》,其二名曰《我们的歌》。 于是空闲时间,一边听周深的歌,一边看着两个节目,渐渐地把自己耳朵养彪了,别的歌手的歌偶尔听一下,然后每天循环周深的歌曲,无它,就是因为周深的嗓音实在是太独特了,同时唱得也实在是太好了,独特到什么程度,唱得好到什么程度呢? 下面是中立客观的评价,不是无脑狂吹哈,运用了严谨的说明方法,做比较,列数据,举例子等,首先,直观地说她的声音,若把她的声音当女声,却比女声,多了低频,气息支撑,若把她的声音当男声,却比男声,多了高频,共鸣通透,其实哪种声音都不是她,她是独一无二的周深,正如世间万物都不是她的声音, 但她的声音,却是世间万物,然后是音域方面,目前已有的演唱视频,可考的稳定音域从C3到D6,跨越三个八度,并且高音也绝对不止到D6,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开发,再然后是唱功方面,通俗,美声,细腔,约德尔唱法,以及我暂时不知道的唱法,信手拈来,气息支撑,咬字清息,弱混强混,凶声投声,以及我暂时不知道的技术, 样样精通,少年本音,罗莉,童声,玉姐,女王,国王,可能还有更多音色,列举不完了都,其中个人认为,最厉害的要属她的气息,咬字和音色切换了,如果不信,B站搜索周深达拉崩吧,1400万播放量,了解一下,还有语言天赋方面,前面的九国语言就不用说了,最近的Zubidubi再次解锁了新语种印度语,正宗咖喱味,而且是有语言天赋, 而且还是带仙气的那种咖喱味,如果你饿了,B站搜索了解一下,据说还是用的乌克兰语音译当的印度语的提词器,手动无脸,哈哈,还有歌曲意境方面,男女之爱,人间大爱,爱国情怀,生命歌勇,宇宙深邃,世间哲理,悠然古风,暗黑风格等等, 凡此种种,无法列举全面,并且每隔不久,就能看到她的不同风格,正如歌手《当打之年》里,米西亚所说,深深,真是个宝藏男孩,最后,宇宛克代表大洋给大家总结如下,刨开一切种种,其实周深最令人印象深刻,同时无法遗忘的,还是要数音色了,一句话来表达,如果声音有模样,周深是角色,三,了解, 周深为什么会有这样与众不同,万里无一的动人音色呢?是生来的得天独厚吗?还是后天的打磨练就呢?为了解开这个谜题,我开始搜索一些周深的过去的资料,渐渐了解到,她的声音,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错过了变声期,声带没有在变声期的时候,像其他男生那样,发生巨大的变化,而是在保持着同声的基础上,逐渐成长,定格,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, 的嗓音,然而,这种嗓音,并非生来就会被世人所接受,因为她男生的性别,听起来兼声兼气的嗓音,让旁人觉得很奇怪,引来了班上同学的嘲笑和戏怒,加上本身个子矮小,所以导致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自闭心理, 认为自己的声音很奇怪,开始不敢开口说话,避免和他人交流,从小喜欢唱歌的他,开始觉得唱歌这件事情在离他而去,直到高中,才迎来转机,因为同学的推荐,参加了一次校园歌手大赛,展露头角,获得了很多同学的喜爱和鼓励,让他渐渐找回了一些自信, 最终如愿以偿考上了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美声专业,找到一位专业资深的老师学习美声,老师也觉得周深很有天资,也很勤奋,经常指导周深练习,本以为将会迎来一番坦途,然而,或许又是上天捉弄,因为高强度训练声带使用过度,没过多久,周深患上了声带小结,一种慢性喉颜,会让声带沙哑,严重地会造成失声,近乎绝望的周深, 周深想尽了各种办法,针灸,按摩,中药,西药等各种方式,最开始都没有什么效果,但,或许又是老天不想让这样天使般的嗓音就此断绝,在用了老家的偏方之后,周深发现,自己的声带,奇迹般地恢复了正常,观众其实大部分都是善良的,懂得欣赏真善美,所以周深,通过好声音,也收获了很多肯定,但是随之而来的,同样也有不在少数的网络喷哑, 活跃于帖吧,微博等各种网络平台,袒露着血盆大口,就像英雄联盟里的大嘴深渊巨口,肆意地发布着充满恶意的评价,甚至是辱骂,其实,我们都生活在互联网时代,都基本有过在网上发布帖子或者回答的经历, 也可能会遇到过,讲时都不感兴趣的那种无脑喷子,比如大洋高中的时候,在网上的一个帖子,就被人恶意评论,还牵扯到家人,我当时也是怒不可乐,直接和他在下面对骂,弄得我的心情也十分差劲和暴躁,一气之下删除软件,现在回头一想,其实当时真的是太年轻了, 我们可以想一下,喷子喷你的目的是什么,是不是想激发你的愤怒,伤心等消极情绪,然后他好得到一丝在日常生活中得不到的病态平衡,那么,我们如果在网络上被喷了,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冷静下来,绝对不能让喷子得逞,如果有举报选项,直接说清楚举报原因,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即可,千万不要直接和他在下面吵起来, 因为,首先这会影响你的心情,正中喷子下怀,最后还可能影响到你辛辛苦苦写出来的帖子或者回答,在其他友善的网友面前的观感,这就真的是得不偿失了,由此我们也想到,遇到一个喷子,就很有可能,让我们肾上腺素飙升,想和他干架,或者备受伤害,心情低落,那么深深呢? 他所遇到的喷子数量,肯定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,他所承受的来自陌生人的恶意,也远超我们的想象,而他,只是一个一米六多一点,瘦瘦弱弱的男孩子啊,他是怎么挺过那段时间的? 我想,周深,其实是个很有智慧的人,他也肯定想到了,化解喷子恶意的方法,那就是直接忽视,做好自己,努力提升自己的价值,比和哪些无脑的喷子互掐,强一万倍 所以,在好声音之后,周深选择继续回到乌克兰,完成剩下的学业,沉淀两年,因为他还是暂时看不到未来的方向,担心别人对他声音的评判,担心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奇怪 那么能做的,就只有默默努力了,至少也要做到能养活自己的程度,他或许也在想,以后毕业了找个音乐老师,或者配音师的工作,过过普通人的生活就行了 本以为自己就要这样淡出众人视野,从此沉寂,直到有一天,偶然遇到了人生的一位重要的伯乐高晓松,矮大姐 高晓松对周深说,你的声音是独一无二的,在这个领域里,你永远都是第一 于是,高晓松自掏腰包,并担任监制 2017年11月,周深的第一张专辑《深的深发行》 距离2014年,中国好声音,已经过去了三年时间 周深,再一次回到了大众视野 从第一张专辑开始,周深几乎保持着没有最快,只有更快的发歌频率 每隔一两周甚至几天,就会有一首新的歌曲,和大家见面 也接连开了两年,属于自己的演唱会 生日的时候,也会开直播,给粉丝唱歌 粉丝点什么,就唱什么,毫无架子 微博粉丝从几十万到几百万,不变的是,每条微博下面,前五十的评论,周深都会一一亲自回复 周深说,我是歌手吗? 歌手,就是要歌曲让人记住,才叫歌手啊 我发这么多歌曲,就是不想让大家忘记,还有周深这么一个歌手 从出道以来,大鱼,似乎一直就是周深的代名词,直到今年的歌手当打之年 一首达拉崩巴,五种音色无缝切换,穿插极乐净土舞蹈,每声花枪,十二个C6的牌面 无疑向大众展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周深,一个有无限可能的周深,一个找回自我的周深 还有之前的baby,俄语经典和中国歌曲的结合,每声和通俗的结合 之后的秦怀景佳相思,戏曲和影视名曲的结合,自己按门铃自己听,按黑并交风格 这些都让人印象深刻,四,总评,奇怪,or,奇迹,相信此刻各位已有答案 在借用一句歌手当打之年里,极客倦意对周深的评价,深深珍视,又强大又美好 正如天上寒星一点,你或许未曾留意,它却默默闪耀,照亮整个夜空 直到你在黑夜里迷茫无措,偶然抬头的一瞬间,正好与那颗星星交汇,它的光芒照耀了你 而你也抱之以笑容,最后的最后,愿平凡的你我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 并努力让它发光发热,因为此刻的你,在未来的某一刻,也终将成为夜空中,无数繁星中的一刻啊 然后,愿平凡的你,在结束的那颜巫里面,落在深中的一刻,就能充分美观的不是那样的架子 就能有没有光芒照耀了你,但我闹来的一刻,就能救出啊